台幣持续贬值 市场又紧盯 鲍尔在杰克森栋会议的发言 让台股持续在万无关卡震荡 反弹有压力 各股行情怎么看 两缩的情况之下 资金呈现轮涨轮动 没有抓到现在正轮到哪个族群 没有关系 我们掌握下一个结棒的族群 在7月的时候 我们先掌握了光学 结果光学股涨起来 接着轮到谁呢 贵买指数近期创了新高 一路没有跌破压力线 升级股也是不受升息 库存的影响逆风高飞 这时你的策略很重要 没有策略就让股舍草店 来当你的引路人 订阅频道不迷路 股舍草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张宜辰分析师 Eason老师好 Coco好大家好 老师您今天来了呢 要请你帮我们来解析一下 因为现在感觉这个肺的 它的鹰派声浪非常非常的高 市场呢就开始有点观望啊 有点紧张 交给你来帮我们解答咯 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阴魂不散这只老鹰何时会消退呢 让台股都只是重煞 不过在贵买的部分呢 真的是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生计的族群逆风高飞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台股走势 在早盘呢是以红盘开出 一度是上涨接近了90点 不过呢随着电子股的回测平盘翻黑 货柜三雄今天是开高走低 一路都在平盘之下 不过在12点半的时候指数是由黑翻红 盘面是由生计股强势的冲锋吸睛 指数呢在多空拉锯之下 中场是小跌26点 收在15,069点 涨幅为0.18% 成交量为1782亿 贵买的部分呢比较强劲 今天涨幅为0.43% 成交量为723亿 三大法人部分外资是连巴 卖超今天是卖超105亿 投信是持续的在44天买超台股 买超为21亿 总合计是卖超101亿 老师来问您啰 因为呢全球的央行高峰会 就是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登场 那其实大家都很 就是秉析以待这个肺的主席 他在结束之后 他的会后谈话 到底会用什么样的言语发言 是偏歌还是偏音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这会 攸关于九月升息的态度 因为牵扯到全球的股市动荡 所以今天台股呢 持续都是在这个上升压力线之上 有点很靠近了 老师你怎么看呢 对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刚刚讲到说 鲍尔会在这个年会上面 发表演讲啦 所以大家比较关注说 他这个鹰派言论啦 会不会来做提升 但我认为啊 主要都还是要看下个月的 会公布这个月的通膨数据 CPI来做定论啦 我认为本次的这个演讲内容 应该都还不过于这个太鹰派 那当然来讲的话 他还要坚定打通膨的决心 所以我认为不用太担心 反而来加权指数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用这个 这个上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连线 以及下面的这个 这个低点连线 你会发现 其实就在做一个三角形狩链啦 那目前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目前台股都还是在这个下源之上 大概都就在什么 万五 以及这个月季线附近 所以我认为这边会做一个 瑕福的做震荡 那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什么交汇点 大概就是在下周 所以下周我认为 就在什么 这个鲍尔发表这个演讲过后 下周就有机会来从这个 上面 以及这个下面的这个 收敛的过程当中 来做表态突破 那往上的几率 我认为是比较高的 所以万五这边 仿佛是有一条 对这个支撑线 看不见的手 对 那再加上其实昨天礼拜二这个台股低量 这个低量其实比这个台股跌破万四的成销量还要低 那既然国安基金其实就是按照当时这个低量来讲这个标准来讲 来做什么护盘的动作 那现在昨天这个礼拜二这个低量其实有比之前更低 所以这个也代表说 这几天台股可能在这个五盘的附近会看到 有一些对拉台对包含今天其实就看到了 有一些买单拉台黑帆红等等的 所以我认为这边万五附近或者说这个下降 上升趋势线附近啊 我认为都会有一些买盘的支撑来做撑盘 是的那老师这么一说呢 在我们大盘的部分是有一点点弱中透强的这个味道 那如果说有一些不错的默默在涨的话 老师您认为是布局在哪些族群 我认为今天可以来看到什么 这个相关的工业电脑 对或者说这个电动车相关 比如说华星1605 这个过去也是电动车概念股 因为很重要的一些原料 其实都是这个华星受惠的这个关键啊 过去一波来讲的话其实在什么 在4月那一波其实华星涨得非常厉害 从这个27块一路涨了嘛 涨到四十几块 那最高一度涨到5月底的这个49块 好那因为这个有需求放缓 那个什么那个涅价 从这个高点回落 所以股价也跟着在6月的时候就有一波 这个回落的这个修正 但是在这个近几个礼拜期间 股价又往上回升了 又重新突破这个月线然后站上季线 那在这个附近啊 今天其实算是逆势 真的是走强 因为今天大涨了将近半根涨停板 所以对于今天这个台股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族群 不管是做这个相对谷底的这个回升啊 或者说整理之后再往上来做个突破 站回到季线之上 其实1605华星啊就是一个代表之一 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近期 在透过这个法人之前的卖超调节 现在近期啊 买超跟卖超大概都有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1605华星啊 我认为季线之上可以来做留意 不管是电动车或者是说这个涅原料的这个报价 我认为都可以来注意指标股1605 是的那这个是有关于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那老师看好的族群就是在工业电脑 然后还有电动车的一个族群 那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大众控 对那这个也是这个车电股啊 就是说做这个HUD抬头显示器的这个大众控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今天股价其实涨停板 而且是有出量的 所以跟刚刚的华星很像 在之前修正一波之后啊 这边又重新站到月线跟季线之上 那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提论的 电动车或者说车用概念股 都还是未来的主流 或者说还是在这个 这个加速成长期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认为都还是可以来做留意了 所以3701大众控或者说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一粒电 2497一粒电 其实今天表现都不错 那当然大众控是直接亮灯涨停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也是沿着这个月季线往上走 那未来月季线有机会黄金交叉 就有机会从这个相对谷底啊 放量往上回升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量先架行 我认为 这边量能够出来也能帮助这些相对 已经修正过一波的 这些比较小型的股票 或者说跟车用相关的股票 我认为一定要会跟着主流慢慢发酵 所以老师你觉得说 车用族群的部分 我们就是跟着 前面已经有修正一波的 这些个股来做留意吗 对相对低涨的股票 它其实在目前啊 这个台股量缩的震荡的这个期间啊 其实它就有机会来表现 因为它过去已经相对来讲 它已经打了一个什么 比较长期的底部了 所以当高价位或者说高位阶的资金 相对休息的时候它这些资金啊 其实就会流到什么低价位的股票 所以3701大中空你会发现 它其实离过去的低点啊 其实就过去几周而已 现在慢慢的回升了 就在台股相对来讲 比较需要休息 在万五附件震荡的时候 因为系统性风险啊 或是说刚刚讲的因为包而来 因为美股等等休息影响 但是低位这些小型的股票 它都还是有资金行情 好的那这是电动车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就是落在工业电脑 就来看一下这个振滑电 对振滑电的话 其实刚刚之前啊 其实有帮大家提到这个IPC的部分 这个POSE其实等等嘛 之前在节目上也帮大家分享 8E是在振滑电 其实在什么 在之前我们分享过后 股价就往上喷出 然后经过上半月的这个整理啊 其实今天表现也相对好 所以也是有往上上涨了 所以在业绩好或者说需求 还是稳健的情况之下 工业电脑其实就算是一个营收啊 非常稳健的一个族群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今天就发现 它之前回测到月线 月线并没有跌破哦 然后呢 今天就往上走了 所以在昨天 回测成功之后 其实慢慢 一样继续在往这个营收好的 或者说这个利多的方向来做发酵 投信啊一样 维持都站在买仓 对 买超 而且并没有 明显的在那边 做这个 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振滑电它就稳稳的涨 所以相关的这个工业电脑来讲 我们过去帮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振滑电啊 利端啊飞节等等 我认为都还是相对 在这个营收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亮眼的族群 是的 那大家可以好好来做留意了 老师那您今天呢 既然是外资出身 我就要来问您 外资到底在想什么了 外资是持续的提款台股已经8天了耶 所以我们现在 目光应该是要往中小型股走吗 因为全职股几乎都是 外资来当提款机的啊 对 全职股现在就是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 包括台积电也回车500块 所以中小型股 没错 就是包含今天贵买指数啊 其实都是上涨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这个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台股位阶啊 对台股还在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区间 但是贵买指数啊已经来到什么 这个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了 已经在这个至上了 所以月季线也准备黄金交叉之下 然后量能也做回升嘛 所以贵买啊我认为是相当强的 也代表说内支的行情以及相关的主力大户 其实对于台股目前的 这个股票进场这个吸引力啊 都还是相当足够的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都会发光发热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生技股 是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生技 因为它今天的指数 竟然又在创新高了 怎么会这么强 完全都不受 升息啊警戚的影响 对贵买生技指数你会发现 我们从这个今年开始放嘛 对不对 从这个二月开始放 你会发现台股大盘 从这个二三月开始啊 一路下跌 对不对 我们过去这个 拍了一个短片嘛 对不对 台股下跌了四千多点 但回看你生技的这个 这个OTC的指数啊 你会发现 近期是创今年新高啊 是 而且是量增 驾氧的状态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是不是一个生技年 我认为是的 因为 生技指数已经代表了一切嘛 那其实我们之前有帮大家分享嘛 是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图中这个六月底的部分 那时候老师来 节目上面的时候就已经先提示大家了 这个生技族群下半年可是可以发动的 所以就提前呢 先帮我们找出 生技里面的黑马骨 大家有猜到是谁吗 偷偷告诉大家 就是生技股里面的台积电 就是宝瑞了 当时候呢价格 那天也是亮灯涨停喔 大家一定会觉得 喔好害怕喔 在那么高点我敢买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涨了多少 哇天啊 咚咚咚咚咚 36.7% 今天又在创新高 老师这个宝瑞怎么可以在 6月底的时候就提前先帮大家 掌握到他这个是黑马骨呢 对当时这个股价260几块嘛 今天已经来到这个最高涨停板357 是啊 所以我认为当初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些这个一定会用到 比如说你不可能生病不可能 对不吃药 对啊 所以生技股来讲的话 在下半年相对这个通膨 比较受限到 电子股的情形 其实生技来讲的话是比较有保障的 那宝瑞之前帮大家分享了 生技界里面的台积电 对我们不是说生技股 一定要去买一些比较相关 比较投机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公司没有赚钱 法人没有在买 那单纯就是因为筹码 或者说主力大户的 这个相对的资金行情才会涨 但是宝瑞来讲的话 他第一个他有赚钱嘛 然后法人也有在买 所以过去我们帮大家分享的 CDMO概念股 这个宝瑞就是台湾的这个龙头 那之前他在法硕会上 他上面也讲了 他立志要当全世界这个CDMO 这个前20位啊 排名前20位的这个目标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公司有赚钱 法人有在买 你看下面是投信嘛 对之前有帮大家分享 投信有在买 所以都还是中长期波段来讲 比较值得留意的股票 所以就从当时 这个6月底的时候 一路涨到现在 今天创了历史新高价了 老师那这样还可以追吗 我认为就不用追了 因为当现在什么 现在市场 应该大家都在讨论 我们之前分享的 6472宝瑞的时候 你就可以以往到一些比较相关的比较低位一些股票 那说到这个CDMO呢 另外一档就是台康生了 他也是属于CDMO的这个部分 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那这一档老师怎么看 对这一档的话 其实他相对来讲 刚刚的这个宝瑞来讲的话 他位阶相对低一点 那他一样也是有法人在买的 那我们也知道什么 这个台康生 也是鸿海国董概念股嘛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一档的话 相对来讲你比较 相对宝瑞来讲的话 是比较不会追高的 但是因为短线上面 也连续大涨三根以上的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有兴趣的CDMO概念股的 可以拉回十日线附近 再来做切入就可以了 那法人如果都维持买超状态之下 我认为他还是有个波段行情在 是的那大家好好来留意一下 这个十日线这个部分 是不是拉回到十日线 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啰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持续一直来都帮大家 掌握的药花药 从200元掌握到500元 今天又涨到600元 现在又回到了500元 老师这一档个股你怎么看 对药花药这个节目一直帮大家追踪 因为我们之前帮大家追踪 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沿着月线温温的涨 对温温的涨 那他在之前有发这个 这个发这个重大通讯 跟大家讲说他要来做这个增资 对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就从这个创这个新高622 拉回到月线来做整理 但是这边你会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支撑的 在月线这边都有支撑的 都还没有到回到什么季线的这个位置 我认为在月线附近啊 都可以来留意一些 逢低有支撑有价位的地方来做切入 如果你是对这个药花药有兴趣 还没有做切入的这个投资朋友的话 我认为来到月线附近啊 可以来做留意 这边支撑来讲的话都相对五件 那药花药来讲的话 大家要提醒的 一件事是 药花药它不可以做挡冲 所以不可以做挡冲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你就要抓好一些买卖点 对因为你在盘中啊 基本上没有办法来做反悔嘛 对来做挡冲了 所以对这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 然后相关的法人啊 其实都在那买方居多 我认为这一档这个生技的股王啊 都还是一个很重要 生技指数的一个指标 是好那这是生技族群的一个部分 老师网路上呢就有一些网友他在讨论呢 他就说啊 生技股现在不是很强吗 生技不死 电子股是不是就没救了 老师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个没有到绝对了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帮大家分享生技的时候 逢低也有介绍一些相关的 这个相对比较低位阶 有机会涨起来的 的一些股票 那那些股票其实也有上涨 那要花要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宝瑞 来讲话也都有在创新高 是 所以算是这个有机会来一起上涨 一起共融的这个情况 所以生技跟电子啊 我认为电子就是挑选强的族群 然后呢相对来讲 营收比较稳健的 比如说这个工业电脑 车用概念股啊 未来是主流的 我认为两个都还是可以来做这个配置的 是的那电子股的部分呢 大家就要好好来挑选 因为不是雨露均沾 像生技股一样 怎么来挑选呢 老师今天有跟大家讲了 就是在工业电脑族群 或者是在电动车族群 大家可以好好留意 那节目上也有一直提醒大家 因为电子现在缝 这个库存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有些库存 股比较高的这些工资 大家好好来避开了 那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六点半准时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萤幕上有老师的LINE AT 大家有任何不懂的 或者是外资不知道在想什么的 都欢迎来询问老师 那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